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一个词来形容苏州 我觉得是绝绝子 我觉得这些年苏州变得 越来越多元化 也越来越国际化 近些年来 在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中 都有了一个指数级的提升 特别是高架 高速和公共巴士 周边的轨道交通 对于我上班的通勤 和出去的游玩 都带来了几大的便利 用一句苏州话来形容苏州 就是no 因为苏州是一座 特别温暖的城市 近些年来增加了 很多非益的新鲜血液 同时也放大了 我们苏州古城的文化魅力 感觉这里的商铺百花齐放 有小店铺 也有大商场 有老子号 也有新花样 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 朗朗晴空 现在非常干净 它不单单是一个文明古城 但它还更多的是 有一个得善之城和创新之城 我是上海亲户人 我是从八六年随旧到苏州的 那么到了苏州以后呢 我感觉这个苏州的城市相当好 相当温馨 相当幸福 因为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所以说经常组织我们上 什么留言呀 组织员呀 都去看一看 玩一玩 后来我发现真的是不想走了 就你走在街道上每个地方 比如说公交站台 或者任何地方都是 比如说白墙啊 那些灰瓦 这样的中国传统的 园林的建筑风格 然后回去也经常想着苏州 现在苏州是很OK的 希望我们的苏州变得越来越美丽 我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 能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让苏州成为引领全球的高宫之城 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 每天都是幸福的 快乐的 欢迎大家来到苏州